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是纷纷开启了独立站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另外一部分中大型平台卖家则基于安全感的原因,跟着大卖们也开启了独立站。 无论是做平台还是电商独立站,卖家们都不会忽略的一点就是,流量。 说到流量,这里要先说下独立站的发展历史背景早在2013年之前,流量遍地红利,各种电商独立站,惺惺向荣, 前有Forkopress,Kandle,EverEbuying,AirPadio,LightingZbox,DX等等,后有1949DL,Arlenovo等,当年做SAO的人都知道,3C类产品基本上都是这几家独立站霸占了谷歌搜索结果首页的位置。 当年,你只要会点SAO,随便拿点产品做个独立站就能赚到钱。 身边很多做SAO的福建朋友,93至94年的就出来创业当时还不到20岁,做不到一年就开上了豪车买了房。 对于当年来说,这一点也不夸张,但好景不长,随着谷歌企额2.0算法更新之后,打击通过非正规SAO手段获取流量的做法。 流量红利逐渐消失,独立站纷纷倒闭,只有几家在红利7做大的企业稳定了下来,其他的独立站,该关闭的关闭,萧条的萧条,也正是这个时间节点。 搜索引擎的流量红利全部正式终止,而流量获取手法也逐渐辨证规划了。 其实,不难发现,从当年流量红利结束到现在,也再也没出现过了,那些没有流量意识,而不去学习的平台小卖家如果是盲目跟风是非常容易亏到血本无归。 没有流量红利的独立站该如何做起,要想把独立站做好,那不像平台随便投投广告就能做起来那么简单。 独立站更在意流量成本,大部分产品在广告充分放量之后能做到ROI 1比2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流量成本在上涨,很多人的广告投放还是保持轻微亏损的。 也就是说,你的独立站要是光靠广告来烧销量,是很难把独立站做起来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几个点,免费且高质量的流量流量的沉淀和可循环利用如何获取更低成本的流量能够满足这几个点的。 除了内容营销,EDM之外,SEO算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流量来源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题,如何一步步优化好我们的电商独立站,获取高质量的SEO流量,如何做好电商独立站的SEO。 我们先从这几个大的点来看看,要做好电商SEO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Technical SEO,善于利用SEO工具来优化网站,找出肉眼看不到的问题, 并对其进行修复。 Keyword Research,也就是你要充分的做好关键词调研,让这些关键词的多种遍体都能融入到你的页面,让你的网站更能够被人找到。 Site Architecture,也就是网站的具体清晰的脉络架构,这个与关键词调研有非常大的关系。 Local SEO,如果你在国外有门店,就需要做一下Local SEO,帮助你获取更多的Local Original Traffic,选做On Page优化。 这个是必须掌握的技能,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优化重要页面的信息。 提升台名 Content Marketing,现在Google特别喜欢深度长文,如果你能够抓住这块的机会,可以获得非常多有价值的流量。 Link Building,学会获取高质量的外链资源,也可以通过整合自己的资源来获取。 比如你经常有和红人合作,可以通过他们的YouTube频道或者Block获取外链。 Data Analytics,学习SEO,还要汇数据分析,因为这个是给予我们风向标的非常重要的数据。 可以通过安装Google Search Console以及Google Analysis来进行数据的监控。 当你掌握了这些基本的SEO技巧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把网站的SEO做好。 就是有点到面的一个过程。 下面Daniel会一一讲解电商独立站SEO的步骤,该如何开始优化一关键词调研,建立关键词结构图表,关键词结构图表有多重要。 这几乎联系到你后续的产品分类以及网站架构的布局。 很多人在不清楚关键词调研的情况下就冒冒然做起了SE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流量没做起来的原因。 当你把网站的关键词都梳理清楚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份非常完整的表格。 首页会放什么关键词,分类页会布局什么关键词等等。 这样,你的网站脉络就会显得非常清晰。 步骤很简单。 一,找到关键词,排名前五的竞争对手二,按着他们参与排名的关键词三。 整合关键词,然后进行分类,你就会得到如下的XL表格。 图一,针对不同的分类会有一个工作表,每一个工作表代表一个类别。 而这个类别里面又包含了该类别所有的关键词。 图一,当你得到这么一份表格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布局电商的页面。 二,网站架构梳理。 建立系统的网站结构,构建清晰的网站架构。 其实这个也是基于关键词调研表格来的。 许多人刚开始做独立战的时候没有清晰的规划,甚至很多分类的从属关系都是乱的。 连人都觉得乱的层级分类,更何况搜索引擎的爬虫。 好的。